曹家有四姐妹 她们各个出类拔萃 尤其老二 名校博士或毕业 事业有成 让全家都为之骄傲 可是如此了不起的她 却把家弄得一团糟 从18年解释到现在 两年多了将近三年了差不多 我想怎么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很难受 非常难受 我说你这个美国每个特朗普 把钱钱都搞回来 那么你们家里面 一个博士后脑 把家里都搞回来 提起老二 姐姐姐夫最是痛心疾首 因为不在一个城市生活 他们便隔空争吵 家庭微信群里 常年硝烟弥漫 这次来金牌调节 姐姐把他们的吵架记录 打印成册 多打百页的口诛笔伐 令人瞠目结舌 曾经让家人引以为傲的博士后 究竟做了什么 为何惹得姐姐姐夫 愤愤不平 撂下如此狠话 面对姐姐姐夫 倒不进的苦水 曹家老二却不以为然 他跟我姐两个人的表现 让我感觉像演戏一样 我觉得我给你们面子 就本来是我真不想去查 调节现场 随着一连串字句账单频频爆出 真相愈加扑朔迷离 调节难度层层升级 曹家到底出了一道 怎样的家庭难题 让博士后也陷入困局 面对博士后家中的纠葛 调节团队又会如何破题 整场大戏 我感觉二姐就像一个制片人 和总导演 一家人 为了脸面 理资哪怕乱得一塌糊涂 只有这样模糊糊涂 这个家才能够欢欢喜喜 最终曹家姐妹 能否在调节现场 英式前嫌 找回往日亲情 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 我家有个博士后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曹家的老二 曹女士 姐夫金先生 在场下还坐着大姐 三个人来到我们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主要的问题 还是我这个二妹 有时候跟艾伦调侃 我说你这个美国 没有一个特朗普 把全球都搞回来 那么你们家里面 有一个博士后 把家里都搞回来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有时候我们能够 把两个比较大的误解 能够说清楚吧 说开来 所以有一种误解 认为我是农云 有时候两个老人 包括我这个二妹 这个工资卡的钱 还有一个事情 应该说 有时候我是老师 向老人借钱 并且来借了钱还不凡 主要矛盾 是我姐夫和我妈的矛盾 我本身在家里 就是一个调解员的角色 我长期以来 就是两边说好话 我一直的诉求 就是想不起来的就算了 我妈没有 要他们还的意思 想得起来的 你就跟我妈说声谢谢 我希望她自己想明白了 应该就没事了嘛 结果我也不知道为啥 他们就想不明白 从双方的诉求来看 曹家老二和姐夫都没有开门见山 让人听得有些云里雾里 随着调解进程的展开 曹家老二首先在场上表明 自己担当的是家庭调解员 不是姐夫口中所说的矛盾激化者 如今坐在被调解的席位 实属无奈 亮明立场后 曹家老二才把事情原委慢慢道出 他告诉我们 母亲生来脾气暴躁 不易与人相处 在家中 母亲与他和姐姐的关系相对较好 2007年父亲过世 母亲提出去姐姐家养老 并定下财产分配计划 以我妈的概念里 以后在谁家养老钱就给谁 后来姐姐因为工作原因调去外地 照顾母亲的任务 自然落到了姐夫金先生头上 母亲脾气古怪 大家都不免担心 但没想到 此后的近十年里 姐夫对母亲尽心照顾 两人相处的也挺融洽 一大家子 一直对姐夫心存感激 可没想到 2018年的一天 仅仅因为金先生带回了一些 母亲不爱吃的东西 她的脾气突然爆发了 这一次 母亲的怒火非同小可 简直就像在家中点燃了一颗炸弹 爆炸威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好像是一时一时 你拿的东西不好 你要先把我害死 就觉得好像这个心里 一下子有点火上来了 那随时也把这个放 虽然我这个叫菜盆里面 那么老老人们觉得 你要你冲着我摔碗 那都不症状 然后呢你闷测一句什么 就是你要给你那么多钱 你还用了老二的钱 什么我偷了钱的什么东西 母亲在这次发泄怒火的过程中 竟然说金先生拿了他和老二的钱 金先生这下可不答应了 他说虽然母亲曾口头表示 会把财产留给照顾他晚年生活的子女 但自己这么多年对母亲的照顾 完全是出于孝心 他也从未动过占用母亲钱财的念头 更别说会拿老二的钱了 满腹委屈的金先生 决定把母亲指责他的这段视频 发到家庭微信群里 一来想在家人面前诉诉苦 二来想让大家给平平礼儿 可是让金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段视频不但没能让他自证清白 反而让家中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亲女们他们四个姐妹们就一直相互自己 去议起来了 那么因为老三老师每一心也给他 也这样愿望过的话 那么都喊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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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这样一个给你 我没有主动向他借 他远去了 就这份账单之前妈妈有给你看过吗 没有 你有知道这份账单的存在吗 也不知道 你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老二发在群里的这个账单 我手上拿的一个复印件 这个就是老二晒在群里的这份账单 这个账单的标题 就是给新先生的钱 67.5万 我妈不是跟他吵架 他把视频发在群里面 就说你用了我八十多万怎么怎么的 然后他们就说冤啊冤啊 然后我当时以为 这些钱都很清楚的嘛 所以我以为发出来 他想一下就想起来了 然后想起来了就啥事都没有 因为我妈没说过要他还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们的反应 那种拘力程度 我用了那么多钱嘛 图血啊图血啊这么 然后被冤死了冤死了就那样 妈妈有把这个账单交给你吗 说这份账单是他们欠我的钱 没有没有没有 也没有 他只是放在家里面 就是他一生气就写 写了以后就放家里 除了二美八十一许单子发出来以外 他还是用了一句非常肯定的一句话 就是以他百分之一百的能够 来保证你确实是做这种事情的 这句话是很重要的 他有百分之一百的认定 我是这样一个人吗 就借钱不凡嘛 老是跟老人借钱 我们从来没有跟老人去借钱一个人啊 我如果跟着家里借了以后 我肯定要反给你的 借和欠的两个字 我已经给我姐解释过了 无论我妈写成借还是写成欠 因为我妈老太太可能也写得不对嘛 是吧 写得不对你也不用在意 但是我妈终究是主动给过很多钱的 你就说声谢谢就完了 我是认为没必要嘛 因为一 首先我妈没叫你还 二我一直知道 我也从来没在意过 我就说说声谢谢不就完了 管他是借啊给啊 我知道大部分妈妈是给的嘛 因为我妈跟我说得很明确 而且这句话经常说的 说你反正自己能干会挣钱啊 说我姐夫姐姐两个教师工资低一点 所以我以后钱都是给你姐姐姐夫家的 说没事没事拿吧拿吧 我就是一点都没有那种概念 所以我才会这么说话嘛 虽然老二不是矛盾的中心 但为了尽快平息风波 他决定主动站出来 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在家中最有话语权 由他主持公道最为合适 另一方面他觉得姐姐姐夫确实有不妥之处 他要力挺母亲 彻底弄清楚账单和钱款的来龙去脉 听到老二的一番表述 厂下的姐姐彻底坐不住了 他迫不及待地走上场 要为自己和丈夫喜去冤屈 我妹妹比较强势嘛 而且她经常认为 我认为的事情一定是正确的 跟她怎么解释就解释不通嘛 因为我跟她两个人知道 我老早告诉她 我妈这个人这个性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我们当时这个群里面是十几个人的 还有小辈 所有的人就认为妈妈有点意想真的 怎么跟她姐姐姐 那是不可能的 打死我都不会接 向我妈妈捡钱 这个暑假我又回去 说她偷了我妈妈这个衣服 去给她自己妈妈穿 我说现在偷一个衣服干嘛到底 现在呢 这不太搞笑了 而且她妈妈难道没有衣服穿 她妈妈 因为他们家里面看服装厂的 现在 还是偷她这个衣服的 这太搞笑了 我认为 妈妈意想正 让她把这件事情 弄到这件事情 我们无所谓 老太太所有的做法和想法 她不是说贫困出来 她是基于某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因为我妈从来没有说过我姐姐钱 也没说过我妹给多少钱 也没说过我儿子给多少钱 她这个钱的事情是记得特别清楚的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你是选择相信妈妈 不相信大姐 对 这个肯定选择相信我妈 她可能是这样 自己冤枉别人 从心理学上来说 好像胜利了 可能很开心 但是被冤枉子这个人 哪不是这么想 特别是我的性格 对吧 我老公性格都不是 一定要弄清楚 账单就是67.5万 真正给我们的钱 是给我儿子读书的钱 然后我妈妈跟我说 一开始说30万 后来就想想说40万 我说既然这样 我就还给他 你为什么要还这个钱呢 因为这里面有他给我们的钱 但是我告诉他很清楚 这个不是我们向你借的钱 这个钱是我儿子读书的钱 我还给你了 这边姐姐不认账单 那边又主动归还了 母亲账单里记录的一笔学费 姐姐的出发点 本来是为了平息 母亲对丈夫的抱怨 并向老二证明自己的经济实力 推翻他对借钱一说的论断 很可惜 这个在姐姐看来 近乎完美的做法 在博士后的妹妹眼里 简直就是掩耳盗铃 我妈根本就没心思 然后也不可能说主动没事 就拿点钱 因为我妈这个人 钱记得特别清楚 随后曹家老二指出 如果母亲的账单 是一笔糊涂账的话 那么姐姐姐夫 私自动用父母的存折 是事实 原来父亲去世前 父母曾经离开老家 去深圳老二家生活过一段时间 临走前 父母把自己的退休存折 以及老二留给他们的 退役金存折 全部交给了金先生保管 父母需要用钱时 由金先生提前取出现金 利用金先生在高校里 放寒暑假的机会 带去深圳 可是当父母从深圳 回到老家时 却发现存折上的金额 出现了巨大差异 就我父亲的工资卡 我妈的工资卡 我妈就认为五年五个月 应该有二十七八万呢 就我妈就是把自己的卡 查了一下 只剩三万块 这么想多少钱 我真的基本运出来 承着放我这里 肯定是一个责任 对吧 你上一开始 我们基本的操作是这样的 每次带钱去的是 承着也带去 因为那个是叫承着本呀 你把本质那样的 整个流水 不用到银行那的 当我取过子当了子 开始为止的话 所有的流水一清二楚 一个账本都会打完了 换一个账本 那么前面这个账本 剪一个脚打开始 还可以给你的 因为交接的是 我们也是把三本账本的 全部给他 清楚地完成这个工作交接了 妈妈也认可了 其实当时老人也在 我们父亲也在 身体也很好的 因为老子很清楚的 因为我是觉得说出来 我是觉得不好意思 你说好了 就是因为后来实在是 吵得不行 然后我妈的卡又查不到了 太久了 然后我爸又去世了 也查不到了 我妹的意思 既然吵成这样 你就把你的卡去查一下 因为我妈也认定 他们用了我的卡 那打一下我的卡 我就发现 这三笔是在我父母 和我都不在的情况下 取了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下这三笔 这里第一笔是2003年6月1号 曲线是取了7700块钱 还有一笔是2003年的8月4号 也就是相隔了两个月 这个时候取了3100块钱 然后第三笔 是到了2004年的8月份了 现金之取取了19000块钱 这三笔 今天是能解释一下吗 林珊你出的事 应该是刚好老外买房子 老外呢全都不知道的 因为他这个钱呢 全都是给两个老人来 是02年底在全产付 给老人来安排的 所有的这个带钱 在这个呢 动作都是两个老人交的呢 那么我们就按照同学 就提号线 那么从这带过来 买视频是都是我跟二人一起去的 我肯定不接受 我妈说要带钱 是03年10月份以后 我换工作 而且是搬到买了房子 那个因为我们是8月份搬的 这个时间点很清晰 因为9月份 我儿子开学换学校嘛 换了工作以后 我跟我妈说 我要到上海去拿工资卡了 所以我妈就想着呀 我身上的卡床 可能就不发钱了 然后说要带一点过来 这是一个时间点 那么从03年底到04年底 因为04年底我爸生命了嘛 就是就计划要回来了 总共就说带钱 也就是就是这个03年底到04年底 直接的这一年中 说过要带钱回来 我妹妹为什么看到这个陈子 她会认为是我们这个 因为她已经忘掉 以前她是在成教学院工作的 成教学院的放假时间是8月份 所以两次都是8月初 好像8月3号4号反正 因为她总是8月5号6号 这个时候放假的嘛 一定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间是刚巧这个 所以我拿到这个陈子来 我觉得很开心你知道吧 所以跟她反应完全不一条线子 我想证据 这就证明至少我们带过 但是带了多少钱 我也不那么的清楚 她跟我姐两个人的表现 让我感觉像演戏一样 想拿了钱不承认 当时就有计划想不承认的 应该是这样的 我觉得她是有意 我一直觉得没有关系嘛 我觉得用了也无所谓 根本就没有很在意 我在深圳工资很高 那个湖州的退役金卡 只有我深圳的十分之一 你看看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逼得我去查账多难看啊 我觉得我给你们面子 就本来是我真不想去查 家境阴时的老二 嘴上的确说不在乎钱 但他很在意 姐夫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言外之意 他是想提醒姐夫 私自取款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得认这个事实 他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电脑 把存折知取的每一个时间点 每一个细节 记得毫无差错 清清楚楚 姐姐姐夫这边 既不承认私自动用过存折 又无法交代取款的去向 存折的余额成了曹家 又一笔李不清的糊涂账 眼看罗佑母亲钱财的嫌疑无法摆脱 姐夫金先生想到了另外一个获得清白的办法 这个办法让曹家老二觉得既气愤又荒唐 因为我妈是就十几年她喜欢炒股 喜欢炒股就进书房 我姐夫就有一天就把什么店员给关了 把网络给爸爸送 我妈还打电话问我 然后我说你这里看看 那里看看呗 看看看看 是不是这个松了 那个松了 结果都被我妈搞好了 我姐夫看她都搞好了 就直接把房门给锁了 把钥匙就拆口袋里 就带走了嘛 当时好像电话也搞坏了 因为我打电话都打不进去嘛 然后第二天我妈就直接坐在她房间门口 等她起床嘛 然后我姐夫就说 开了干啥 我妈说我进去啊 电脑在里面 然后我姐夫就直接说 为啥不走呢 就直接问了这句话嘛 我妈说我走哪里去啊 然后我妈直接就说 你是不是想把事情闹大 然后就把门开了 然后后来搞好了 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就描述了这个过程 确实做过某几件事情 确实是我希望她搬走的 因为前面已经发生那么远着这个事情了 这个钱没偷的 连那么一个衣服都要偷的 那这个怎么回事的 这个怎么过 那因为老是这样的话 那我爱人们也不在家里面 我们跟两个老人们一起生活的 那么老外面对我那么一种想法呢 一种想法我们家没信任 那么像这个我跟老人自己以后是 肯定会发生更多的无法说清楚的事情 她一直强调要我妈妈好一点 让老外带去 给我走个板看看 示范一下 我好好学一学 因为我是一直准备好接她过来的 然后我妈又说想去买个公寓房 又说还另外有个亲戚什么 那我只能等我妈自己决定嘛 我妈的主观愿望就是 本来就没想着 为什么我不敢说 然后我就问了她儿子说 为什么你父母那么强烈的反应 然后她儿子就说 你也不应该把这个67.1发到群里 我说是儿 这个是我不对 我说你跟你父母说声对不起 我确实不应该就是 茫然地把这两个东西发到群里面去 然后顺便我就帮我妈说了几句 我就说外婆那个态度呢 有时候也不好 我说你也跟你父母说一下 说声对不起 然后他们就发了个信息给我 就是鉴于她儿子去说情 为我们说情 我们也承认错误了 如果老太太想留在湖州 如果想这样糊里糊涂地下去 那是不行的 要还他们清白 那么这个清白是要我妈给嘛 对不对 不是要你妈给 要你给 她说他们两个人就是道歉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道歉 是什么东西嘛 以为是他们错怪我们的嘛 我们没有偷用他们乘着的钱 没有借这个钱 假如是这种情况下 我是同意地继续带下去的 只要你们认为没有 那肯定这个事就没了嘛 对不对 但是在过程当中 就是我还在跟她聊天嘛 她还是这么认为我们偷钱的意思呀 因为她跟我聊天的我也发给她 她说看来她不是来跟我们道歉的 好像是来向我们开战的 有的事情想要逼她出来 对老太太用了这些手段 是想逼老二出来 对对 逼她老二出来 你说一句话 对不对 这个到底是怎么办 这个事情 为了澄清自己 姐姐姐夫不惜为难 年近九旬的老母亲 无论基于何种原因 这种做法在老二看来 都是极为不妥的 为了让家中风波 能够慢慢平息 曹家老二决定 从姐夫家 接走母亲 我希望她自己想明白了 应该就没事了嘛 可事情 还是没有按照曹家老二 预想的方向发展 姐姐姐夫 并未随着母亲的离开 把所有的事情 抛诸脑后 他们越想越不甘心 一致决定 要到金牌调节 找回公道 可是 金先生的想法 很快遭到了曹家老二的阻拦 他不仅不答应前往调节 反而做了一件 特别离谱的事情 老二嘛 就是因为她是 扶植本地人嘛 就通过了扶植 某一种关系 找到我们学校领导人 想通过我们的领导人 给我施压力 她必须是有时候 那么家务事情 那么多单位 这么细节事情 搞不清楚的 所以她顶回去的 就是当时 她已经找了你们 我说你不要找金牌调节 人家不清楚 你就找学校 我说学校的人 至少本地人 搞得清楚一点 说也说得清楚一点 所以我是提前告诉她的 我当时找金牌调节 我相信那些 你也明白了 你想的学校是小范围 都是湖州人 可以理解嘛 是吧 就更容易协调一下嘛 你放特别人讲 这个事情可以了 对吧 找个人到单位里去 到单位里去 被别人单位里面 看扁的他呀的 我觉得很严重 你妹妹怎么这么个人 对 非常生气的 这个做法 我非常不能可的 是很卑鄙的 我那位是非常卑鄙无耻的 发生这个矛盾以前 我一直是跟爱人说的 我说 觉得我们 她有那么一个优秀的妹妹 我真的很自豪 我一直觉得 她也是 总的来说 她这个性格有时候 相处好的时候 很豪爽的 也是很焦虑的 但是因为这个世界 打下以后 我没法评价 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早就说 我阴险毒辣卑鄙无耻 说我是家里的脚石棍 已经早就说过这些话了 曹家老二原本以为 姐夫单位领导的出面 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不曾想 矛盾却越闹越大 她这个家庭调解员 宣告彻底失败 最后 她也只好答应 和姐姐姐夫 移到来金牌调解评理 听完了曹家的这段家务事 观察员张丹丹认为 曹家老二身上的问题 不容小觑 想跟二姐说的是 没有一个人 她是像计算机那样 完全没有纰漏的 所以很多时候 不要把自己和妈妈 都当成毫无错误的那种样子 去坚定 因为你对一件事情的坚定 就有可能是 对另一方的伤害 我妈妈 她现在也经常 和我妹妹她们住在一起 她也会经常跟我抱怨 会吐槽 吐槽是什么 吐槽不是认定一个罪证 吐槽是我说说 说完了 你也不要当真 我也不要当真 我说完了 我的气就消了 所以二姐你知道 为什么姐姐姐夫 这样不依不饶吗 你一直说 我不想去查账 我觉得我不在意 其实你这个不在意 给大姐和姐夫的伤害在哪里 第一个 你经济上的优越感 对于你来说 这是小钱 而且你这种不在乎的状态 这种态度 会给你一种 道德上的优越感 你真的相信 她会因为这个钱 而做这样一些 不甘不尽的事情吗 所以二姐 你可不可以 把自己的身份 稍微地俯下身来一些 在你看来 那些不算大事的事 其实挺大的 整场大戏 我感觉 二姐就像一个制片人和总导演 那所有的演员都忙忙碌碌地 包括老妈在演这台大戏 这个戏演砸了 为什么砸了呢 因为你们真的入戏太深了 全场看起来 大姐要比你冲动得多 姐夫有的时候也会激动 但是你几乎没有 你淡定得像一滩死水一样 好像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所有人当中 你智商最高的一个人 但是情商偏低 也就是有财也有财 一个是才华的财 一个是财富的财 但是没有爱 如果我是你的话 当老妈和姐夫 发生冲突的时候 第一 我不会往家人的群里 去投这颗炸弹 这颗炸弹真的炸得太大了 包括在晚辈面前 他们怎么抬起这个头来 说不清楚啊 第二点就是 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会跟老妈说 老妈 你看 我跟大姐 我们所有的姐妹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像姐夫这样 就凭这份情意 别说你主动给的 就算她借了没还 能怎么样 你说妈 你差钱吗 如果你差 我给你 我觉得如果有这句话 老妈可能就被安抚下去了 其实你们彼此之间 在家庭当中欠的都不是钱的债 是情的债 我想替姐夫算笔账 一个姑爷 照顾自己的丈母娘 从时间经历到感情 到她自己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 多少钱能买来能换来 那么再换个角度 如果让你来照顾你爱人的父亲 你能做到吗 可能一天都做不到 你们的沟通方式 真的太让人觉得奇怪了 一家人 为了脸面 李子哪怕乱得一塌糊涂 每个人都很爱惜自己的羽毛 生怕自己的人设 在这里碎了一地 所以 都很小心 都很谨慎 都懂得避重就轻 都知道拿另一个事来说事 但是其实 我想说 这不叫沟通 大家都是发泄 很多东西 也不是能躲就躲过去的 所以在这个中间 充满了误会 当误会一旦得不到 双方的理解 彼此的理解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种发泄 那有什么意义呢 说到这个妈妈的工资卡 在大姐和姐夫手上 我就发现 大姐跟姐夫一直在绕 在这个点上 就变成了 大姐一定要跳起来 为自己自证清白 我们都说 付出和收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要成正比的 这就是人的本性 我们照顾了妈妈这么多年 我就算在利益上得点好处 那又怎么样了呢 没人敢讲这样的话 谁都在维持 这种表面上的和平 二妹也刚刚说 说我们之前的关系 一直很好啊 可是我们看了 那个微信的对话之后 我一点都不觉得 你们关系好到哪去 那么该怎么办 说的比较简单一点 把自己这种装卸车的气质 慢慢地转变为 浇水车的气质 看看对方有哪一些需要 我能够侧面地去提醒 甚至是帮忙 看看对方有哪一些 内心深处 那些情绪波动的地方 我可以通过 我可以通过我的滋养 让对方能够慢慢地平静下来 或者起码表达一种 我愿意去维护你 我愿意去理解你 我愿意去滋养你 我们是一家人 三位观察员一致认为 曹家老二要学会 俯下身 倾听姐姐姐姐夫的心声 金先生和妻子也要放下执念 直面解决问题 观察员陈兴东则认为 真正引起曹家姐妹矛盾的是老母亲 你们的这个妈妈呀 可以讲是你们这个家庭矛盾 激化的始作用者 其实父母给子女给钱 是一种勤奋 子女对父母尽孝 是一种本分 但是呢 在你们妈妈这个心目当中 或她的观念当中 有一种金钱买孝的观念 最后出现问题以后呢 其实你们都陷进了这个陷阱里去了 我希望妈妈能明白这一点 你们也要明白这一点 第二点 我想说说我们的阿妹 大家都觉得好像阿妹在这里 有点过于出头了 是有 但是我们要知道 阿妹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第一点 她确实是妈妈的一个代言人 第二点是因为 一直对大姐和大姐夫 抱着百分之百的信任的 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以后 她觉得你们对母亲的 这种尽孝好像不够到位 至少不应该跟母亲去甩碗了 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 可能后来又发现 好像这个帐篷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说在她的世界里面 她觉得突然好像有个很大的对比 原来我心目通的姐姐姐夫 怎么今天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说她就很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但是阿妹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其实说句实话 你跟妈妈的情感关系是更近的 但偏偏这十几年 在照顾老母亲 日常朝夕相处的是姐夫 这就形成了一种反差 所以这个时候 阿妹你站出来 你来做这个法官也好 或者做这个打包不平的这个人也好 就有点让人看得不舒服 另外一个 家庭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 就能解决问题的 这样的话 只会掀起更大的风浪 只会让这个减不断 理还乱的家庭关系 变得更加的纷乱 你把那个账单公布出来 这个本身 这个行为就有不妥 因为这个账单是你母亲记的 不是你亲自经历的 未必就是完全准确的 你们家的问题要定性的话 不是人品问题 是经济上的管理问题 但是有些是我们生活当中 先不定性 就先定量 就是大概觉得不开心 这边就蜂拥而上的情绪爆发 没必要 不能这样出的问题 那最后几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 二女这一边 就是如果没有铁证 那么你与其说 没关系 无所谓 不如说三个字 我相信 不能只看母亲的脸色 有两个点就很明显 第一我们也看到 那个记账条 粗糙吧 也没有签字认可吧 都是老人家 一个人在那里凭记忆在记 在处理这么又有经济问题 又有感情问题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能简单地说 无所谓 无所谓它包含很多意思 一个是大度 我相信老二这一边是这个意思 就是其实我们不计较这些情 妈妈也不计较 结合你其他的态度 表白你 它就会稍作解读 这个什么叫无所谓 你们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你们是坏人 但我们也是情人 所以没关系 拜托 那不都给你打一仗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们俩今天的坚持 不管是 是不是 后面 他们 有瑕疵 这个照顾老人方面 或者在经济往来上 是不是有瑕疵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明显能感觉到 他们要的是什么 两样 第一 不能对我们人品这样下结论 第二 不能这么粗糙地去评价 复杂的关系 千万不要以它为中心 去演绎出来 去推理出来 这个那个 但是要以它的感受 为重点 所以信任 就是力量 第二 你们都没有分清楚 什么叫赠语 什么叫关爱 什么叫戒 什么叫欠 这是有区别的 那这样的话 老人家你发现没有 他就凭着他的感觉和情绪 游走在 我给和拿回来之间 这不就是一个老小孩吗 高兴我就给 不高兴拿回来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数 妈妈曾经 他其实也是性格有点急躁 现在的妈妈到了年龄 她的态度也是多变 这样才能调整好姐妹关系 调解员胡建云指出 曹家姐妹矛盾的根源 在于信任的流失 针对引发姐妹矛盾的账单 首先要建立信任 其次要严格区分 借与给的概念 调解随后进入密室环节 观察员王琼 再次向姐姐姐夫 阐述借与给的概念 希望他们放下心中执念 只要你不是为母亲借的钱 都是母亲对你们那种赠语 对应该这么理解 你既然是赠语的话 那就不承认说 我是为了要你的钱也好 是你我们之间什么 基于亲情的一种关爱 明确了借和赠语的概念之后 金先生的态度有所缓和 可是姐姐对存折的事情 依旧难以释怀 如何才能帮助她找到出口 不再纠葛于过去的细节呢 就是很多细节的证据 不要纠 因为纠不清 你们是亲历者 其实也很简单 你们是亲历者 你妹妹是听说者 你让她去承认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 她有什么证据 她没有证据 这个没有证据 第二个 你让她去承认 她可能 就像你说的 她可能什么事都不清 所以这个问题 你不能不当回事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她不是她误解你们 是她因为老人家的话 来误解你们 其实对妈妈赠予你们 这些钱 就给你们的 就赠予你们的 补贴你们的 其实她也是没有意见的 其实她是很信任你们 观察员最后提醒曹家姐姐 处理问题 要学会换位思考 才能尽快找回 姐妹之间的信任 听到这里 曹家姐姐终于点头示意 选择放下 让调解团队更加意外的是 觅视另一边的曹家老二 一改场上的坚持 主动检讨了自己的行为 人家肯定有很多不正确的事情 说句心理话 那个钱用的时候 是像流水一样 不觉得流出去 但是写出来的数量 是很惊人的 如果我妈妈这样做出来 我也会很伤心 所以我选择 相信我妈死一 我说我妈这么多年来 这十几年来 那个描述 从来没有变过 当着观察员的面 曹家老二既解释了 当初选择相信母亲的原因 也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 沟通与建议之后 回到场上的三个人 各自又会做出 怎样的表达呢 调解马上回来 我们从密室处来 继续回到调解现场 看一下我们三位 这个时候有什么想法 那么其实我们 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听了专家们 给他一些建议 应该说 一得到许多喜欢 大家打开有心情 那大姐这边呢 听到各位专家 对我和这个金先生的 这个评价 我心里很高兴 当时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约定 只要这里的专家 认定我们 没有做过这件事 我满意的 谢谢 我对我妈妈没有意见 她喜欢坐在我这里 我当时可以接受的 像我姐夫说的 如果能放下 我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我来的目的 也是解开他们的心结 我的想法就是 割下争议 家里面的关系 该怎么样 还是要跟以前一样 最后尤其是 对这个大姐大姐夫 这里一个建议 就是其实你们可以 重新再去解读一下 老二 有些时候 可能会让你们感到 带来了压力 他这个压力 第一 没有对你们 有任何的轻视 第二的话呢 他也不是说 你坚定地认为 你们在做什么手脚 所以他保持一点 就是我把 我看到的说出来 就说出来事实 不等于就拿出来结论 那解释是需要时间 也需要机会 只有这样模模糊糊 这个家才能够 欢欢喜喜 希望有一天 你们姐妹能拥抱 曹家三年的争吵 在今天画上了句号 姐妹终于握手言和 家人之间的相处 不是完成科研和考题 没有标准答案 处理家庭事务 也需要更多的技巧 和艺术 曹家老二 是博士后 在职场 有足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可到了家里 就要学会 放下一些架子 收起一点锋芒 而姐姐姐夫 在管理家庭财务时 也要多一些沟通 财务公开透明 误会也自然就少了 今天的调解 没有为曹家 断清那笔经济账 但是帮他们 理清了情感账 最后我们想 跟大家说的是 家人相处 要有三个点 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计较 还要留一点糊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